脑梗最怕一种水 平时敞开了喝 血栓就悄悄的冲走了 大家好 我是赵与昊教授 随着年龄的增长 血管也会逐渐的老化 变脆 血液流动速度也会变缓 就会造成了血管的变窄 甚至是堵塞 容易诱发脑梗 严重的还会威胁到生命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种水 是脑梗最怕的 平时我们经常的去喝 血管一定会感激你的 日常我们应该多喝水 去稀释血液 但是怎么喝呢 少量的每次喝一点 去品这个水 这才是正确的喝水方法 每日的饮水量 至少要达到1500到2000毫升 吸血管的患者 最好喝一种菊花水 它能够帮助我们通脑 通落 使头脑清醒 菊花呢 在每年秋季的时候 既能够赏花 又能够把它做成茶饮 当茶水喝 提前告诉你 今年的秋天 你备好了菊花水 即使是在四季的时候 如果是有心脑血管问题的话 也可以多喝菊花水 菊花不仅能够让人赏心悦目 还可以清理我们身体里边的垃圾 产于浙江同乡县 产于湖州市的叫杭白菊 还有产于黄山的黄山贡菊 也有产于安徽博州的那个念博啊 不念好 博菊 还有就是安徽厨州的厨菊 产于四川的呢 有川菊 产于浙江的德清有德菊 都是药效挺好的 金丝黄菊 发源于江西的凤西县 有小香格里拉的夏宝村 青池菊呢 是产于古都开封岳家湖出产的变菊 总的来说呢 黄菊具有着疏散风热的作用 而白菊呢 具有平干明目的作用 其实啊 菊花里边的作用 不仅仅是疏散风热和平干清目 它还略有补干阴 养眼睛的作用 所以我们多喝菊花水 对头脑对明目都有很好的好处 现代研究菊花中含有 丰富的锡元素 氨基酸 水酥碱 黄酮这些物质 氨基酸呢 就能加快对血脂的软化 有平稳血脂的作用 帮助气血的流动 减少血栓的发生 而水酥碱呢 是一种抗氧化物 对提升血管的弹性有好处 锡元素呢 是国际承认的抗癌物质 所以能够帮助我们 修复血管内的裂纹啊 减少斑块的形成啊 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有足够的重视 血管的健康 尽早的进行养护 只有血管健康了 人才能更长寿 如果屏幕前的你 也有血管堵塞 血管斑块 脑供血不足 脑梗这些困扰 都可以跟我说一说 我来帮 优优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